也许上一集为观众分析了 香港保单潜在缺点是产品老旧之外 敦新闻热门单元财富课堂 继续邀请到了 互惠财富集团之身的理财专家 分析香港保单背后如何安排投资理财 这种保单有没有吸引力 我觉得非常有吸引力 因为客人就是说我是做生意的 我这些钱我都要投资 我要做生意要去乱 我的生意回报可能比放在保险高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不买个700万的 要自己全部付钱 还是我700万我只要付10% 其他银行借给我 好然后我就去看银行到底怎么搞 这么方便 我后来发现银行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他借给客人的钱 他第一他有抵押物 他用中国客人的房产存款抵押 他没有风险 第二他去做套汇 套利 就他把这些 因为香港的利息是跟美国挂钩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就去拿这些抵押物 拿了这些钱 他就去投资美国的可能的债券市场 因为保险债券市场不一样 他长期利率比较高 他可能赚4点多 但他借给你2点多 他其实中介还是可以赚钱的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有很多风险 就这个风险是你一旦破就很麻烦 里面有几个风险 第一个港币要跟美金就是挂钩 利率挂钩 那这个挂钩现在可能暂时没问题 可是如果说有一天不挂钩的话 港币会贬得很厉害 第二就是套汇 现在美国的利息再往下走 就是不一定会往上升了 所以他这个套汇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互惠财富集团在美国创立超过30年 不止南加州 圣马利诺 钻十八 二万都有办公室 且专门提供高净值客户 美国还有香港保单咨询 此外8月份还会安排多场的 专业财经奖座 完全免费 报名请上 互惠财富集团的官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